在本讲我们讨论的最后一个大型的契乐题材是协奏曲 这个词叫Concerto 这个词是一个意大利文 但是它的语言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 Concerto这个词成为了协奏曲这个题材的称谓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 在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早期这个过渡的时间段里 Concerto这个词的含义是相当模糊的 它泛指那个时期由声乐和气乐混合在一起的气乐音乐 并且广泛的存在于不同的教堂和宫廷环境之中 Concerto所代表的是非常非常含混的一个概念 Concerto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它有联合和协作之意 而到了文艺复兴晚期 它又有着竞争和对比的意思 所以Concerto这个词似乎有着非常大的矛盾在里头 一方面表现联合 另一方面又表现冲突 如何在音乐中间体现出内在的联合和冲突 成为后世作曲家 特别是在契乐音乐创作中间的一个核心的思考的问题 而在协奏曲中间 从它最初的显现就已经凸显出这一个特点 那么意大利早期的协奏曲是怎样的呢 那么协奏曲逐渐地成为了独立的契乐题材 是在巴洛克早期之后 特别是在17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 契乐协奏曲已经开始为社会市场所接受了 很多意大利的作曲家开始尝试着 创作这种新型的契乐合奏作品 它不同于小型的室内乐 比方说奏鸣曲 而是以一种更加扩充的形式 以20人甚至30人的规模来加以呈现 这里头一位重要的人物仍然是 阿康格罗·克雷利 作为一位三重奏鸣曲的创作的代表人物 他开始尝试着将三重奏鸣曲的创作规模和模式 加以扩充 把它变成一个小乐队 来满足当时的宫廷和教会的需要 他自己亲自去聘请临时的演奏员 来加入到他的小团体中间 一起演奏 由他来作为主奏和事实上的指挥来加以表演 这样的形式被称为协奏曲了 而这个时候的协奏曲出现了被称为大协奏曲的这样的一种类型 什么是大协奏曲 就是一个小型的独奏组合和一个更大规模的乐队加以映衬 形成了一种小组合和大组合之间的联合和互动 当然这里头也包含着一些冲突和矛盾 目的是为了突出这小组合的价值 久而久之 这样的一种大协奏曲的体制 成为了巴洛克时期协奏曲创作的一个标准样式 克雷里成为这种形式的实作用者 谈到克雷里创作的协奏曲 我们需要提他最著名的一首 就是他作品 第六号中间的第八首 由于这个作品在适时演出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一个圣诞页 那么作曲家还专门写上了一句话 是为圣诞页而作 所以这个协奏曲得到了一个绰号 叫圣诞协奏曲 这个作品呢 能够反映出来 克雷里的时代对于协奏曲 特别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大协奏曲的贡献 在这里头 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 一脉一块两个部分的基本特征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 整个音乐的乐器的使用 比三重奏名曲要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看到 上方三个大括号中间所框定的三行铺表 是独奏组 这独奏组中间包括了小提琴 各声部 还有大提琴 而在下方 我们会看到 是一个更大的规模的乐队组合 而这个乐队组合 是完备的两个小提琴声部 一个中提琴声部 和一个低音提琴声部 特别是中提琴声部 在这个时期被加入进来 实际上反映出来 整个时代对于弦乐音乐发展 促进了一个标志性的成熟的反应 那么下方 Cambolo或者是雨管剑琴 或者是管风琴 它是以通奏低音的方式 来支撑整个弦乐乐队的 这也是巴洛克时期的特征 所以总谱已经出具规模 我们可以看到上上下下 主体上七个声部 再加上通奏低音 在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里 上来是一个Vivache 它像一个开头的续奏一样 以和弦的方式向前进行 四三拍 但是仅仅是六个小节之后 就进入了被称为Grave 这样的一个段落 Grave这个段落里头 我们会发现音乐的拍子变了 变成了四四拍 音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的呢 每一个声部 它是按照像辅调式的方式进来的 它是一个声部 再一个声部 再一个声部 这样的进行进入 但是大家注意的是 它事实上仍然是主调化的 因为这样的声部进行 只是略微的模仿了一下 而从根本上讲 它仍然是调性之称的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 当这个部分出现的时候 独奏的这个段落 和合奏的更大规模的段落 这两方面上下几乎是一致的 这唯一不一致的东西 就是金加入的中底器 在整体上来说 我们会发现 独奏组合和重奏组合 几乎是上下模仿的 它也反映出来一个特点 也就是克里里的协奏曲 也许在很大程度上 是对于它三重奏鸣曲的改写 当然这还有待 学术上的进一步的印证 在这一段陈思默想的 我们会发现大量的全音符 二分音符的段落 结束以后 我们就会展开一个快版段 这个快版段 请大家注意一下 当这儿写着Allegro的时候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二乐章 这样的一个旋律 我们会发现它是折返的 但不断地向前激进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 在整个低音区 我们会发现大地径 一种锯齿形的声部的伴奏 和上方的长线条的旋律相配合 于是充满了动力感 另外从旋律的整个的进行上来 我们也首先从调性上看 它在调性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它仍然是G小调的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只是活跃了 而且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旋律的话 你会发现这种 这种切分的音形 在前面第一乐章的中间 就已经出现了 直播它慢 这里头反映出 作学家在不同乐章中间 在用乐上要产生一种联系 至少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和期待 它能够很有机地将不同乐章 在旋律 甚至可以说在内容上有所关联 看完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看整个的快版段 我们看它快版段的写作方式 我们会发现乐队 也就是为独奏的组合作伴奏的乐队 是起到了一个陪衬性的作用的 而整个的通奏第一 却从头到尾贯注 然后一直到后头 通过对这个快版乐章的结构的观察 我们发现它是采用了古二部曲式 也就是每一部分各自反复 这种各自反复的特征 影响了后来的曲式结构 甚至包括古典奏鸣曲式 大家如果记得 古典奏鸣曲式中间强调的 在城市部之后 反复整个城市部这样的规则 似乎在克雷里的时代 就已经是如此了 通过这个 我们也可以深深的感觉到 历史的开头 起源和最终的结果之间 这样的一种 暗含着的关系 在整个作品中间 我们会发现 克雷里写作了六个乐章 这六个乐章也仍然是按照像三重奏鸣曲那样的格局来创作的 只不过它都没有明确的写上是什么舞曲 比方说这第三乐章是一个柔版 而第三乐章的中间 还加入了一个像三升中部一样的快版 所以 慢版乐章被复杂化了 大家再向下看 你会发现之后又是一个柔版 因为它要求从快版的状态再回来 所以整个这个乐章最终结束 那么一个we watch it 让人感觉到 像一个加沃特舞曲 而这个部分 这种三拍子的感觉 是让人觉得多少有点后来小不无曲和这种无曲的中间乐章的这样的一种特征 那么最后一段是最有意思的 请大家来看 那么这个作品的最特殊的地方就是在第六乐章上有这么一个田园曲 而且叫做自由选择的田园曲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进行自由的处理 当然这个自由处理在后来的研究专家们的普遍的共识中间认为 是在乐器上可以做一些调换 那么在这个段落里头 它无形点明了这一首特殊的协奏曲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是在圣诞节前夜 所以田园的环境与宗教相连 于是带给人们非常惬意而安宁的气氛 它采用了广版以一种非常非常祥和的方式结束全曲 这在当时的协奏曲创作中间 往往在中曲乐章追求一种欢乐和繁荣的浩大的声音的时候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这个作品就显得非常特殊 当然 早期的契约协奏曲创作的代表还不止克雷利艺人 很多人也在协奏曲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比方说朱塞浦托勒利 托勒利不仅打破了大协奏曲慢快慢快四个乐章的创作模式 确立了协奏曲快慢快三个乐章的标准范式 同时还开创了弦乐协奏曲与管乐协奏曲的体材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间 独奏协奏曲应运而生 作为另外一种体材和类型 独奏协奏曲是以一个独奏家作为主体 与整个乐队形成一种对应冲突和联合 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就能够彰显出一个独奏者的独立的价值和才华 它对于契乐音乐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路途上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 所以协奏曲还具有着一种契乐音乐提升和发动的功能 协奏曲在18世纪出现了另外一种类型 叫做乐队协奏曲 也叫全奏协奏曲 人们之所以这么称呼它 是因为在这种新型的协奏曲的编制中间 并不包含独奏组和独奏者 而是将乐队一分为二 形成了左面一片和右面一片之间的此起彼伏 联合和交替 这样的音乐有点像后来的纯的契乐合奏音乐了 它甚至成为了契乐合奏音乐的一个别样的开端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在巴洛克时期最大型的纯契乐演奏的模式就是协奏曲 它包含着大写奏曲 独奏写奏曲 以及后来出现的全奏 这三种类型 而代表性的人物更是不胜美举 重要的人物我们刚刚提到的Joseph Toleli 我们说到了大协奏曲的奠定者 Archangelo Clayli 然后我们要提到的是Antonio Vivardi 当然我们在下一讲中还会提Antonio Vivardi在协奏曲上的贡献 在此我们需要说一下那著名的四季 我们所听到的独奏协奏曲四季 恰恰是由四部协奏曲连坠而成的 分别表现了春夏秋冬 而Antonio Vivardi更重要的贡献是 他在这种独奏协奏曲的三个乐章的基础上 确立了快版乐章创作的基本范式和结构 我们称为回归曲式 回归曲式 巴洛克时期一种建立在乐队全奏的回归段 和独奏乐器的插段相交替的基础上的曲式结构 具有一定的变奏性质 调性分布灵活 最终回到主调 这样的一种循环和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成为当时非常新颖的一种创作体制 也成为整个巴洛克中晚期 契乐协奏曲创作的一个标准 当然对于协奏曲 乃至于整个巴洛克时期的契乐合奏音乐 加以总结的人物还是 约翰·塞巴斯圈·巴赫 巴赫创作了大量的契乐协奏曲 这中间包括小提琴的独奏的契乐协奏曲 还有包括他著名的 波兰登堡协奏曲 那一套作品几乎每一首都是自成一格 而且这套作品中间体现出来 巴赫对于契乐合奏音乐 各种各样方面的一种实验和开拓 人们甚至认为巴赫的伯兰登堡协奏曲 竟敢在他有生之年 没有真正的进行过大规模的演出 而他却成为了后来古典契乐合奏音乐 交响音乐的重要的一个发展基础和起点 因为在这些音乐中间 我们能够感受到巴赫对于后来的 契乐合奏文化的一种预示和一种动见 浩浩商商150年的时间里 契乐协奏曲 从他最初的摩恩两可的出行 一步一步发展成为 具有着明确标识和明确体质的 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契乐合奏题材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了 古典主义时期的契乐文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GS巴赫所创作的 《伯兰登堡协奏曲》第一首的快版乐章 让我们一同来感受 那个时代契乐合奏音乐的 勃勃升级和光彩 《伯兰登堡协奏》第一首的快版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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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兰登堡协奏》第一首的快版乐章